熊哥的厂长呢就看有没有大富 这把的话这个阵容空军囚徒小女孩加野人 空军虽然说加强了 但空军打厂长其实效果一般吧 空军他六厂长可以 但是比如说等到救人的时候 空军这把枪面对厂长 我们经常能看到黑炭挡枪的 上来抓囚徒 这把小女孩抓不了 这小女孩但凡上车野人 这厂长欲哭无泪 一旦上车成功这个局就没法打了 这边抓囚徒 然后以一波防守打开局面去争胜 确实抓囚徒应该是这局的一个最优选了 这空军不好抓 是现在这个空军加强过以后 空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厉害的人玩空军 贼难处理 放黑炭包夹 这边的话 囚徒 位置上来讲 交个闪现开一刀 然后丢火带走 有这说法 闪现交吗 没交 因为这边囚徒有个加速 闪现 囚徒还有个电 这一刀是真跟不上啊 空电了 这个电应该是预判闪现 这个电应该是预判闪现的吧 但好像也没这必要啊 这波电预判闪现 它也不是交互点 对吧 人家也不会闪现来打你个震慑 这里囚徒翻 丢娃 野人宝 这前期小房 真难抓呀 野人这边还顶一手呢 顶 打一刀 就当存在感了 现在一切的一切呢 对于厂长来讲 作为一个老厂长来讲 我觉得都能接受 再顶 打 这边 野人 猪被打掉了 如果野人是个半血 我觉得厂长机会就来了 这波光打掉猪 黑炭 过来一刀 没打中 大哥 你这给点力啊 这黑炭是真不给力啊 这个刀没打中 打中的话 我觉得还有机会 这已经多少机子了 三台半了 一刀终于带走 二阶厂长 但是野人是个满血 我觉得野人空军 一起来救人吧 这波需要一起来救 需要一起救 野人一个人 不一定救得下来 野人一个人 真不一定救得下来 空军 对 一起来 对对对 这什么皮肤啊 这空军新皮肤啊 一起来救就对了 一起来救就对了 一起来救 这边救下来以后 顶着这个薄命 拉开 再去补鸡子 再来救一波 四人开门战 哎 很到位 很正确 吃一道救 没关系 这边啊 没打到 空军 胶枪 黑炭卡 漂亮 老厂长还是给力 野人这边是满血 没关系 这波救下来就可以啊 这波救下来就可以 因为这波救下来呢 小女孩的机子 差不多修完了 空军这边呢 去选择补他的机子 小女孩再来配合野人 再来救一波 两轮两波救人 这局穷者的一个救人安排 做得非常的合理得当 小女孩机子修完 哎 对 我跟你 空军这边选择翻箱子 小女孩来压机子 也行嘛 因为小女孩这边是个满血 我觉得小女孩来可能会更好一点 两个人一起修 啊 两个人一起修 这边会不会被 被破 小女孩飞 打一刀 赶紧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我救不下来 野人救下来 救下来这边机子 够了 哎 做得很好 这局的话 我觉得球者这边救厂长的人 属于是教科书级别的 就安排得很得理 安排得很合理 换娃 球徒有电啊 这边吃一刀 密码机 点亮 野人这边是 没有大心脏的 丢娃 这边找到野人 先挂上 球徒这边总不能过来电一手吧 因为野人没有大心脏 刚才吃了一刀 那 似乎 好像 有那么一点点平局的可能性 这边应该是捡起这个娃再丢 通过这个娃转向去找人 丢往回走 换 转向 手里有闪现 这边的话门里面的人 空军先赶走 囚徒也在这边 囚徒 没看见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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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有黑炭 放黑炭 先压你 球徒只有一手电 空军 往回打 空军 虽然有飞轮 但人家有闪现 这野人 小女孩飞的话 他只能飞 囚徒 这不会翻了吧 晚留四十多秒 这两个人都是半血 野人挂飞 小女孩这波飞过来 其实也无济于事 我只能说熊哥 面对这样的烈士局 他真的很沉稳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那种 心态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小女孩绕过去了 这边我就挂飞了 然后再来抓你囚徒 囚徒这边得跳地窖 他这边是丢一个娃房 把小女孩赶走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追这个囚徒了 这样的话就硬追这个囚徒 囚徒手里面只有电 别打 这给翻了